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有号欧鸟者 从前,海边有一个人非常喜欢海鸥 每天早上他都划船到海上去欣赏海鸥 慢慢地,这些海鸥就跟他熟了 每当他划船来到海上,这些鸥群就簇拥在他身边 上下翻飞,与他嬉戏玩闹 有的甚至还落在他的肩上 每次落到他船上的有上百只 他的父亲直到后,对他说 我听说海鸥跟你很有感情 甚至跟你游戏,抓几只来给我玩玩吧 第二天,他跟往常一样 依然划船来到海上 欧群却始终团团盘旋在天空 再不肯落下来了 私心一动,海鸥便无而不下 可见,只要心里有鬼 无论怎样掩饰,总会露出马脚来